今天來介紹的是羅技G402花鼠 這顆花鼠是我在羅技的攤位上看到的 它的價格也非常親民,1000以下 那我蠻多朋友在這支電玩商裡面都選擇購買的這顆花鼠 那我當然也買來試試看 因為畢竟羅技出了名的便宜而且好用 我們先看一下盒子的外觀 盒子外觀它的外觀就有花鼠的本體 然後型號,花鼠的型號 側邊 這邊也有寫出花鼠的反應跟它的解析度 DPI從240到4000都有 壽命落在2000萬次數相當的久 然後墊片滑行可以畫 應該說它這邊的意思就是所謂的我的 雷射頭它可以感應多少的距離 因為當我在花鼠上面衣的時候一定會降低 應該說使用越久,它的壽命會越低 那它的壽命差不多是250公里 然後這邊也有提到 這包裝裡面有什麼 然後系統需求 然後它的背面 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們把它打開 開合後的畫面就是這樣 那它跟以往很多電競滑鼠的包裝方式不同的是 看到它的線是這樣子 繞在它的周圍 而不是有些花鼠的線它會集中在旁邊 就會避免說會有一些線會拉扯之類的 這個先放方便 然後它的使用者說明書 非常簡單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花鼠本體 這根花鼠是偏長 它的長度幾乎是我手 幾乎是我整隻手的距離 那它偏長的緣故下 所以當我拿花鼠的時候 我的實力點通常會比較解雲 或者是兩根手指跟兩邊手指上的實力 在移動的時候也是會比較依賴手指的實力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按鈕 這邊會有一個看起來像是瞄準鏡的按鈕 那應該就是所謂的狙擊模式 或是射擊模式 然後光是左邊這邊有四個側鍵 滾輪 那右邊反而是比較乾淨的 那它的LOGO呢 是在這邊 後面 然後底部 底部有四個 底部有四個 四個腐龍 然後它的線頭 那這 比較讓我覺得 特別的是這次我 比較少看得到的 沒有編織線的 所以這種花鼠在使用的時候 特別小心 盡量不要折到或是 固定太久的 位置 不然它的線很容易就會 橡皮脫落 那這樣子很容易就線才會斷掉 那它的USB 非常簡單 那這顆滑鼠的外觀 但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因為畢竟是修長的 修長的蘇星 所以 再使用起來 會特別的 非常有 包覆感 在這顆滑鼠 中間的路 有些人 用力 在這顆滑鼠 在這顆滑鼠 上的 在這顆滑鼠 大小的 可以用來 在這顆滑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